各位早,我是今天第一場Postquare Boring Data Warp Fashion的強勢方式生 那我們就準備開始今天的課程 首先是大高 那這邊我簡單的會介紹Postquare Boring Data Warp 然後再來說從動機面覺得說 我們為什麼會要使用Postquare Boring Data Warp 然後如何去安裝 安裝完之後還要做設定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 它會把它視為是Postquare的一個過重的功能來做啟用 再來是要建立以下的三個人的連結 第一個是伺服器的連結 第二個是使用者的連結 第三個是資料表的連結 然後我們都設定完之後 那我們再講說怎麼要去使用 這邊我們有分兩個大方向 第一個是哪個西果 那第一個是relation的西果 然後再來是我們除了 剛剛講到說去設定之外 還有一些要注意到的地方 然後最後是結論 這邊就介紹說什麼是一個Postquare Boring Data Warp 然後它就是說它是一個Postquare資料部的一個擴充的功能 然後它就是說它可以做一個跨資料部的一個操作 然後我們可以看這個圖就是 左邊分別是有幾個選項 比如說最上面的藍色是 None西果 然後中間的是relation的西果地下 然後第三個是一些檔案 然後這三種類型都有分別對應的 Falling Data Warp 然後之後它是直接對應到Postquare裡面去 然後它那個Postquare Boring Data Warp 歷史頁下 它在2011年的時候 然後9.100次可以做到一個可以做到微塗的資源 然後在2013年這邊 它是可以做到寫入的資源在Postquare 9.3 然後這邊是從去年開始 那一開始主要是在那個Postquare 9.6 那主要用的資料庫有一個None西果就是Mongo 然後再來一次relation呢 有Sinebase跟西果生物還有Oloco 然後到今年我們有把平台 然後到了今年這邊就是我們把 我們有升級到我們買西果 從9.6到10.9 現在到10.10了 然後這邊就是我這邊有研究的 relation的資料庫有多真的一個 然後這邊有提到說 它的某些Poling Data Warp 它是由那個組織所維護的 那有些是它由個人自己在寫的 然後呢 就是有人幫它整理一個它的列表 就是Postquare這邊它的DW 它的列表拿寫 然後可以連接這個網址去查看 那這部分我有簡單就是有按照它的種類來分 那上面的就是版的 版的觀念室的資料庫 然後 然後 右邊是那個NonSQL的資料庫 然後 右下方那個是檔案的 對 我剛剛更正一下 這邊左上方這個是指它的協定 比如說 DBC等等 然後它這個下方還是一個 關鍵室的資料庫 那我們繼續往下 我們剛剛講到介紹完之後 然後我們講說 我們為什麼要使用 Postquare的Poling Data Warp 那主要是說 我們現行的一些 Diabase的Client段 或是這些工具 它沒有辦法支援說 從其他的資料庫 轉移到Postquare 對 那有些可能是有 可以做到的資料 另外做付費的功能 然後第一個說 它是可以直接去 讀取或寫入其他的 益子的資料庫 然後第三個就是說 就是我們存取 我們建立一個 Postquare的資料庫 對應 那當我們去存取 這個Postquare資料庫 它等於 去存取另外一個 因子的資料庫 比如說我們在 我們建立一個 MongoDB的一個 Poling Data Warp 然後建立一個 Postquare資料庫 那當我們在修改一張 Postquare資料庫 就去修改 MongoDB相對應的collection 而且都是即時的 對 然後第三個就是說 你可以寫自己 想要寫相對應的 資料庫的一個語言 那它目前就是 用戲比較多 然後還有一些是 用其他語言 你可以多做支援 那這邊的話 它有講說如何去 去安裝Poling Data Warp 那有一些是 Postquare內建 比如說它是說 Postquare to Postquare 就是說 Postquare的DW 它本身就內建 所以我們直接下一個 Coreate Extension 就選Postquare底線DW 就等於是 使用完成了 那它假如說 是Postquare裡面 沒有內建的話呢 它的步驟如下 第一個就是 你要去上網 去下載它的程式嘛 它大部分 我目前所接觸都是 用在GitHub上面的 所以你要給客戶 先把它下載下來 然後第二個是說 你要去 安裝你的作業系統 相對應的版本 像我這邊主要都是在 Ubuntu的16跟18 來做這個設定動作 然後接下來是 你要做完Config 然後只要做那個 Make Install 之後呢 之後就可以去做 啟動 然後我前一陣子 我有寫一個就是 如何去設定一個 Wangos calling Data Warp 那也可以上網 來做查詢 然後這個部分 也在台灣的Postquare的社群 這邊有分享出來的 那這邊 我們剛剛講到說 前面的就是一些 下載程式嘛 設定 然後編譯 這邊就是 我們講到說 如何去啟用 第一個就是說 你要去 以MongoDB為例 當前面的步驟都完成的時候 你要在 ASQL 或是開啟你的Postquare的 ClineW 比如說必需的層命 或是DataGrip 之後呢 你要先選取一個 Coreate Extension Mongo Mint W 這邊的話 前面這邊就是它的 資料庫的準備 然後底線 調整它的擴充功能的名稱 對 然後再來是呢 這邊就是想說 你要去建立一個 那個 伺服器的對應 那這邊就是想說 你要把你的 MongoDB的一些 黃紙 或是一些 資料庫的資訊 對應到你的Postquare裡面去 然後它的範例可以看 在下面這個 三行程式嘛 就是我們要先建立一個 伺服器的連接 那我們一名叫做 Mongo Server 然後呢 它的用的DW 是 就是我們前方同名講到 那個Mongo的FDW 然後再來是它的選項 這個選項會指出 它的MongoDB的一些 連線的資訊 比如說 address 那這邊就是說 它指到的是 位於IP在127.0.1的 這個MongoDB 然後它的PostMongoDB 預設Port就是 27017 那我們剛剛 建完了伺服器連接之後 現在要建使用者連接 那這邊就是說 我們要把 HoncoDB的 intrader 這個管理者的帳戶 對應到 Postquare的 Postquare users這個使用者 那這邊我們要建立 使用者對應的方式 就是以下的使用程式嘛 就是 我們這邊去 Create一個 User的Mapping forPostquare 這邊Postquare 指Postquare的User 然後這邊的社門移稱 就是我們前一頁所建立的一個 Servor的名稱叫做 HoncoServer 然後這邊的Options 那這邊的話 就是指出它的 HoncoDB的使用者名稱跟帳號 那這邊我們前面已經建完了 伺服器跟使用者 然後之後我們要建立 設置資料表 那這邊就是指說 我們要把HoncoDB的Corelection 對應到一個 使用Postquare的一個資料表 那它的語法如下 就是 我們建立一個 Falling Enhabil 注意到這個Falling是關鍵字 就是你要建那種 其他的資料庫 或是說Postquare to Postquare的話 你要再建立一個資料表的時候 你要下這個Falling這個字 然後它在一些圖形化的 那個Postquare Client的話 當你建完這個資料表的時候 它就會在 叫做一個Falling Enhabil的一個 分頁下面 你把它點開 就看到說你建立這些 Falling Enhabil 然後這邊就是它的一些 資料型態 比如說這個就是 MongoDB的一些 或是Dash ID 然後它的唯一的詞 然後底線ID 或是一些MongoDB的詞 寫到我們的Postquare裡面去 那要注意到就是說 MongoDB的Dash ID的時候 我們資料型態要設成程度內 然後我們前面講到說 我們建立一個資料表 還有它的欄外名稱 跟欄外型態之後 我們一樣要設定它的一個 伺服器的名稱 那一樣是Mongo一線設備 然後再來是它的 要選這邊 這邊的話就是指定說 MongoDB的資料庫 以及MongoDB的Collection名稱 然後我們講說我們建立完之後 那我們怎麼要去做一些查詢 或新增修改或刪除 那答案是它跟一般的Postquare的語法 是一樣的 比如說Select 它一樣是Select 就是你的欄外名稱 然後Front 你剛建立一個Falling的Table 那Eat也是一樣的 也是一個音色音符 然後你的Table名稱 然後你的欄外名稱 你欄外也遲 那更新也是一樣的 Update Table名稱 然後Set 欄外名稱跟你一樣更新的遲 那你欄外也是一樣的 就像說Belead from 你的Falling Cable 然後你的條件是什麼 然後這邊就是我們如何去使用 那剛剛就是這個範例就是 我們講到說這個是 濃稀空MongoDB的部分 那這邊我把它列在一個 一個表格的方面 第一個就是要建議它這個功能 那注意到說就是你這邊 如果建立過一次之後 就可以不用再建了 那如果說你想要 下這個語法 然後又 不要因為說這個名稱 那個存在的底子的話 你可以下說 Corexpension 然後IfExist 然後這個名稱 然後再來是 那個Server的名稱 它也是一樣的 那這邊要注意到就是說 你在 同一個資料部下面 它跟這個一樣 只要建議一次就好 那其他的 使用者 還有這些都一樣 使用同一個伺服器的名稱 那一樣這個是建立使用者的對應 然後最後是建立那個資料表的對應 那這邊要建立收藥指定的 建立的那個伺服器對應的名稱 以及其他的一些選項 那這邊就是我們如果建立成功的話 可以看說 這個上面是我們來源端的 MongoDB 那我們去做 查詢的時候 大概列這些東西 那我們成功建立之後 我們可以指定說 我們只要查我們的欄位 那我們可以看到它的那個 呃 值跟這個數量跟那個 都是一致的 表示它的資料 有成功的從MongoDB 帶到Postbook這邊來 然後再來是用到我們剛剛講的 是能西闊 然後接下來會針對幾個 關聯式的資料表來說 那像 第一個就是Postbook 它是自己跟自己做連結 然後這邊它建立的名稱 就叫做Postbook底線 FDW 然後它建立完之後 一樣建立伺服器的一個連結 然後這邊它的參數分別是 HOST 也就是主機的IP 然後再來是它的連結構 補視三任 然後最後是它的資料不能名稱 建立完那個伺服器的那個 Mainping之後 再來建User的Mainping 那這邊一樣是要建立一個 User的Mainping 然後它是從這個Postbook的使用者 然後它的伺服器名稱是從前面 所建議到這個Postbook底線7 然後它的Option就是使用者跟那個密碼 那我們前面建完了伺服器跟這個 使用者的對應之後 接下來建的是一個Postbook的Table 它的一樣是 語法這邊要是指定說是一個Postbook的名稱 然後再來是指定它的欄外名稱 然後形態 然後再來是最後指定它的伺服器的名稱 跟它的一些群像 然後這邊也注意它是一個用Schema 然後我們可以看說這個是建立的 然後這個是我們的來雲端 那我們有三個欄位 那這邊我們建了一個Falling Enable 然後我們只插這兩個 可以看到說它的資料成功的從來雲端 帶到它的目的端 那我們剛剛講到的是Postbook 那我們接下來來講到其他關聯式的資料庫 那第一個是講到的是CQL的Server 它這個安裝的時候就是要安裝 上面叫做FreeTDS的韓式庫 因為它們適用的是TDS這個協定 然後像下一雙步驟這邊 可以如下面這邊 那第二個就是你要Opway的一個Extension 之後這個時候呢 它的名稱也是叫做TDS底線的FDW 那成功完成之後就是我們要建立一個伺服器的連結 然後這邊的Falling Enable這邊 我們就要指定我們剛剛前面所建議這個 擴充功能叫做TDS底線的MDW 那它的參數名稱也有的是它的ServerMate 它的主機的名稱 以它預設連結或是以433 然後再來是它的資料庫 它的資料庫的名稱 那我們建完之後就是我們要建一個使用者的對應 那一樣就是CQL Server的使用者分別是NESA 然後密碼是CQL Server的密碼 然後它是對應到PostgreSQL的使用者 PostgreSQL 然後它伺服器裡面就是我們前面所建立到這個 那邊的CQL底線的SDR 然後最後再來是 我們這邊就是建立一個表格的 是從CQL Server 然後建到那個PostgreSQL這邊去 那這邊前面一樣要指定它的欄外名稱跟頂臺 然後最後是這個Action就是它的一個選項值 這邊可以指定它的schemaName 那要注意一下就是這個Action的名稱 因為這個它跟它的權限有關 那一般都是設說它是那個ShortSpec 那有些可能它權限不夠的話 表現的是那個Execute 然後我看一下號這邊 這邊是TDS的version 這邊是7.1 那等一下我講到它另外關聯實際下部 所以它的詞跟這個很像 那唯一差異就是它這個TDS的選擇 會帶成其他的詞 那我們剛剛講完是CQL Server 那接下來我們講的是Sitebase 那Sitebase跟CQL Server一樣 它一樣是用這個TDS的建立 所以它的參數跟CQL Server是一樣的 那唯一有差異就是說 它的TDS version這邊要設定程式5.0 然後它的一樣 它的Core一樣是1.433 然後它的帳目也是一樣 那這邊也是用這個 FloatSpec Message 所以它可以看到它的群線 看實在是Short Spinor或Execute 然後這個是Sitebase的部分 然後接下來是Orloco 這個Orloco的部分 它跟前面幾個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第一個它需要安裝Orloco 而且你裝好拉內 是有辦法做成功的運作 然後這個的話 它是一個個人執行在維護的 所以它的參數的值 有一些跟前面的 會有一些比較大的差異 那在建的時候 注意說參數名稱 不要見錯了 那接下來第二個就是說 我們要建立一個擴充的功能 它的名稱叫做Orloco底線的FDW 然後這邊的話 就是我們建立完之後 我們要建立一個伺服器的對立 那這邊就是說 我們建立一個伺服器連結 然後它的Core Link Network 是Orloco的FDW 然後它的選項 它的選項是它只有一個 它一個分別是它的格式比較不一樣 它就是那個反斜線 反斜線 然後這個是它的主機的名稱 然後再來是這個是POR 1521 然後這個就是它那個SID的名稱 然後這邊就是說 在Postplay這邊的話 就是有時候可能很盡量說 或者是你SID要另外做設定 或者一樣會有把 就是先不要說建Label 就是你要從你的那個 Vongu那邊 你用Core Plus 之後你就會有錯誤 所以這個地方 可能要先設定好 然後再來它的特殊步驟就是說 你要這個做一個 Gran的UseH 就是要把那個 使用者群線設給它 你要建那個使用者 那前面就是我們建完了Extension 然後建完了Boring Server 然後全線完設之後 就是我們要設一個 使用者的那個對應 那它一樣是對應到那個 Postplay這個User 然後再來是它的伺服器名稱 就是我們前面所建的ORITB 然後它的選項就是 使用者名稱跟使用者的密碼 然後接下來是我們前面的 伺服器的對應使用者 使用者的對應跟使用群線都設定完之後 就是我們還建了一個Boring的Table 那它這邊一樣就是要設它的 檔案名稱跟資料型態 然後這邊要注意就是說 它這邊它的一個選項 它這邊是Schema的名稱 然後跟Pable的名稱 那我們剛剛講到是前面幾個 一個LonSQL的資料部 跟其他的 咦 還有一個MICCO 好這邊MICCO它 碰到下一頁 然後我遞照這樣 那這個是MICCO的部分 然後呢它一樣是要先裝 MICCO的Crime Fund 然後這邊就是 都安裝設定完之後 就是你在Postplay這邊 要建一個 MICCO的底線的DW 然後這邊建完之後 就是你要建立一個伺服器的對應 然後 Fall-in-down-over就是 我們前面所建的一個 MICCO底線的MVW 然後它的一個選項 就是它的 MICCO的主機位置 還有跟它預設的Pone 然後我們建完那個 伺服器連結之後 就是我們要建一個 使用者的連結 那一樣是要 指定說它的MICCO使用者 跟它的密碼 對應到Postplay的用程 PostplayS 它Server一樣是 我們前面所建立的 這個MICCO底線Server 那這邊就是我們建立完 伺服器連結 跟使用者連結完之後 這邊就是要建一個 Fall-in-the-table 那這邊一樣是要做 那個 單位的名稱跟形態 然後再來是指定 要得伺服器的名稱 就是它的訊項 那MICCO等級一樣是指 資料庫的名稱跟 資料表的名稱 那我們回到前面頁 那這邊就是注意到說 我們在建完那些 有一個 要注意的地方 然後第二個就是 資料型態 因為每一個資料庫的型態 可能都是 跟Postplay 並不是有完全相同的 那比如說 像它這個是 Org of PostplayShip 那這個另外就是 你要去另外查 要做設定的 對 我看一下 然後第二個比較重要 就是說再來 跟Shipo的部分 因為我們之前有 發現到說 比如說我們裝完了 買Shipo的 Polintile Web之後 我們剛才說 比如說我們設了一個 形態叫做Double 然後我們發現到說 就是 我們輸入整數 跟浮點數的時候 整數的部分 會變成40 那我們發現到說 原來是它寫入MongoDB的時候 沒有指定 資料型態的關係 那如果說 你有指定 資料型態的話 你就可以解決到這個問題 對 然後再來是這個 伺服器的對應的問題 就是我們講到說 就是 在一個 同樣的資料簿的話 你只要 建同一個 所以就是說 你在這個資料簿下面 你要建其他的資料簿的話 你就不用再建這個 那它一樣就是說 在這個時候 比如說你遇到說 你一個資料簿 你要遺跡 或什麼樣的話 可能會導致它查詢 會失敗 對 那就是我們今天有遇過原因 原因是因為它的 新資料簿的權限 並不等於 舊資料簿的權限 對 那這時候 你要透過一些 參數設定的方式 來避免這個問題 然後再來說 你想要把 這個 伺服器的名稱 跟它相關於 你的所有的 的一些設定 比如說 使用者資料表 都把它刪掉的話 你就可以使用 那個指令 就是 Drop Server Name 這邊要加上 Cascade 那這邊的話 它就會把 Hard Server相關的 使用者對應 通通一定把它做刪除 再來是做 資料表 對應的時候 就是說 它就是 在一個 一個 比如說 我們要從建一個 Mongo的 Polintel Wapen 然後我們要把 Mongo的資料表 對應到 Postquare的資料表 在一個Mongo 只能對應到 一個Postquare的認為 然後再來是 然後它名字要移植 然後再來是說 我跟你講就是 你如果前面都可以 成功建議 但是查詢的時候 有問題 那比如說 可能就是 你一些參數 設定錯 比如說 你建立一個Sitebase 然後你的TDS version 你一樣設定成 7.0的話 結果可能會錯 那Sitebase的話 應該要設定成 是5.0 然後再來說 就是你錯誤的時候 比如說 有些錯誤代碼的話 你可能就要看這個 Postquare 它有動畫的時候 代碼的查說 到底是什麼原因 所導致查詢 會發生錯誤 那這個是結論 然後第一點就是 BoringDiWab這邊 它就是支援 檔西伯跟 關聯室的資料庫 然後再來說 就是大部分 就是我們想要說 Postquare內建的話 它不用整理 可是數字之外 其他都要去做 下理程式嘛 然後去設定 然後去編譯 然後去函裝 對 然後 我們剛剛有說 我們建立一個Postquare內建的話 我們建立一個 伺服器的連結 使用者的連結 跟資料庫的連結 對 然後再來就是說 就是你的 你在建連結的時候 如果你的選項錯誤 會導致你的規範詞 會沒有資料 或者是你 查詢的時候 會有發生錯誤 那以上就是我今天的演講 謝謝 那有什麼問題 可以現在提問 沒有問題 幫我發 那個 沒有問題 幫我發 那個 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幫我發 一點點東西 就好 就是FDW 我覺得是Postquare的 就是 在9.1、9.3之後 算是比較 我覺得比較創新的功能 但是以前其他資料會也有啦 那 我會在最後一場的時候 再跟大家說 這樣子 好 那就先這樣 那就等下一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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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